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本期视频来看一张七彩虹的显卡 这是一个七彩虹的其貌不扬 双风扇RTX2070 盖版 真的是2070 刚开始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还以为是1060呢 卡组说的问题是时间有点久了 没怎么用过 不显示 黑屏 点不亮 我得上机试一下效果 开机之后 显卡的风扇是可以撞的 主板是已经跑了亮机代码 但是屏幕没有显示 确实是点不亮 看着像是不论卡呀 那给他拆开来看一下吧 这张卡还是没有被修过的 螺丝上面的标签还在 先拆下背面的所有螺丝 我感觉拿不下来呀 没 哦我知道了 我靠这个贴纸下面应该还有一颗螺丝 挺能长呀 贴纸撕开 OK 看到螺丝孔了 拧下这最后一颗阻拦我拆开它的螺丝 哇里面挺干净的呗 先大致测了一下这个显卡的各个供电的对立组织 没有短路 显存1.8V 都没有短路 上机看一下是不是缺供电了 核心供电没有 显存供电没有 PX供电也没有 嘿 起了怪了 这几个电杆能测到电杆没有一个有电的 按照它的供电时序呢 首先它的12V要先进来 12VOK 然后呢 5V 5V在哪里啊 5V 在 哦我看到了在这里 5V是正常了 然后呢是1.8V 1.8V在背面 背面这个电杆 1.8V没有 那么找到它的点位 打开它的图纸看一下它1.8V的供电电路 1.8V是在背面 这个位置 1.8V 1.8V的芯片呢就在下面了 这个芯片查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无非就是一个供电一个开启 这个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 对着点位查它的实物 12V 主供电正常 开启信号呢 在边上的这个小电阻可以测到 没有 0V 没有开启信号 那么1.8V的开启信号就有点复杂了 它会经过好几个电路 相互转换而来 像之前好像修了一个华硕的3070 也是没有1.8V 那个是 电压 检测芯片有问题 这个板子同样也有这个功耗检测芯片 原来检测 稍微的功耗检测信息 以及稍微是否OK 按照它的图纸呢 这边功耗检测芯片正常工作之后会发出一个OK的信号 给到这个MOS管 Q510就是这一个了 1.8V的开启信号 连了它的第3脚 没有电压 但它的第2脚 却是有高电瓶的 说明功耗检测芯片已经正常工作了 那应该跟这个芯片没有关系了 这个芯片已经发出了高电压的OK信号 但是呢 可能是因为 其他某些原因 被其他的电路拉低了 因为1.8V控制的地方还不少呢 看一下其他地方吧 查图纸呢1.8V的开启信号呢还受这个电路的控制 这是个什么电路我也不知道 但是它就这么突然出现在了主板上 关键点在这个Q512 在这个MOS管 它的控制角有高电压 它的输出角呢 点到的就是1.8V的开启信号 就是这个MOS管把1.8V的开启信号给拉低了 看来没有1.8V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电路了 U510以及这个Q512的MOS管 这个电路就由这两个小东西组成 再回到图纸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Q510这是一个不知道什么鸟芯片 Q512就是一个普通的N勾道MOS管 这边呢 MOS管呢 收到了高电压的GG信号 所以呢它就拉低了这个1.8V的开启 PG 那么这个信号呢受控于这个U510这个小五角的芯片 连了它的第一角 同样的这个芯片有输入 二角输入 三角接地 一角是信号输出 RST这个引脚 四角五角都是NC NC就是空的意思 没有采用 那么这个芯片上面还标注了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逻辑 它有一个VTH 这个电压是等于2.8V的 它同样的也有一个SENSE 也就是它的二角 二角电压呢要跟这个VTH做比较 当它的电压是小于这个VTH的时候 RST这个引脚就是Floating 也就是开路的意思 当这个输入的电压大于这个VTH的时候 RST电压就是零 就是这个芯片会拉低这个信号 那么刚刚我们测到呢 它的芯片并没有拉低 就是第1种状态小于这个VTH 那么这个芯片的这个引脚就开路 那么这个MOS管的积极呢 就被外面的电阻上拉成高电压 倒通这个MOS管 1.8V的开启信号就被这样拉低了 那么只需要测量一下它的二角 看一下二角电压到底是个什么给伏 来判断一下这个工作逻辑正不正常 如果二角电压呢 看这个图纸 应该只有一个上拉的 它虽然说写的是分压 但是这个下组是没有装的 只装了个R584 没有装R583 那么正常情况下二角的电压应该是3.3V才对 那这个电路应该就是用来检测3.3V是否正常的吧 如果3.3V偏低了 那整个电路就不会都工作了 OK再回到板子这边看一下实物 可能大家都听不明白 没事我讲我的 你们听个乐呵的就行 听了明白的刷个明白 听不明白的 我也不会再讲了 OK 那我们照着图纸对着实物来测量一下 首先是它的一角 输出 一角的输出是一个高电压 二角输入是1.6V 那么按照这个芯片的工作逻辑 1.6V肯定是小于2.8V的 此时它的一角开路 那么问题就出在这个3.3V的检测电路上面 这个二角 这里上拉 电阻前是3.3V正常 但是过了电阻 只剩下1.6V了 看来被拉低了 这边没连到哪些东西 这个电阻的组织肯定是OK的 电阻图纸上标注是1K 实测1K以下都算正常 电阻没问题 那么电阻后端只跟着两个东西 一个滤波电容 一个小芯片 先把这个电容给干掉 因为我感觉这个电容搞事情的可能性比较大 直接给它抠掉 抠完之后我们再来测量一下这个电压 夸擦 怎么还是1.6V 电阻前端正常 但是过了这个电阻 只剩下1.6V了 那看来是这个芯片坏了 芯片把这个1.6V给拉低了 这倒是很有可能的 把这个芯片给取下来吧 哎哟 怎么平常最爱搞事情的滤波电容 现在也变乖了呀 芯片拆掉之后这个电压就正常了 3.3V高高的 但是呢 此时没有芯片的控制 这个1.8V开启信号肯定还是没有的 但是起码这个3.3V正常了 看来问题在你身上了 哎呀搞得我把电容都给干掉了 为我的鲁莽自罚一杯 喝了一大杯 料把山找一个芯片 同型号的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在20系列的板子上面很常见 这要料把山找一个 换过去吧 换完之后再来测量一下 二角 3.3V高电压 此时 它的3.3V就大于那个电压了 那这个电路就工作正常了 1.8V的开启信号也有了 看一下核心我感觉都发烫了 核心供电正常 1.8V出来以后其他的供电全部都如约而至 还好是一个简单的电路问题啊 但是这张卡的显存是18系列的美光颗粒 我现在看到这个颗粒我就害怕 不过今天 不关这个颗粒的事 再次插电开机 是否能认卡 自然是可以认卡 那这张卡的问题呢 就出在一个电路问题上面 就一个很小的一个电压比较气坏掉了 导致误以为它的3.3V不正常 拉低了整个板子的保护 下面的烤机测试呢自然是都可以通过 不关心的一个电路 我可以帮助 接着我们先看看